小小的粮食能绊倒一个大国 那是 一粮食能够旧一个国家 也可以绊倒一个国家 是这么个粮食的重要性 你年纪前不知道 上个世纪的六十年代 计划的时候 我是人 大家都吃不饱饭 我在亲眼见过 大家都没饭吃 高花子过去讨饭回头 饭的都没饭吃 您是不是特别害怕 这样的场景再次出现 不可能 不可能 但是有缺粮的情况 不可能到那样的程度 可是好多人都说 咱们中国不缺粮食 粮食够吃了 没有 中国你想 差不多14亿人口了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 要进口的 要进口一部分 我举个例子 大豆 大豆有数字 我们中国人吃豆腐 每天进口大豆七八千万顿 您看到这个数字什么感觉 现在国家还有钱买粮食 如果人家一卡你 不卖粮食 不卖粮食 那就麻烦了 让我肚子 这个是大问题 要劈倒我的时候 就是心脏脑胀 一起伤一翻 我校正天生 有个国家国家科委 一个汉要重视我支持 我杂交水道的研究 拿到这个汉之后 这家伙 这个工作组到底这是批到对象 是保护对象 结果是保护对象 救了我的命 那时候很厉害 原浪平研究的是高产杂交水道 但在三年饥荒时期 他也饿过肚子 那个时候三年困难时期 我们叫湖南 就是过苦日子 那真难受的 我亲眼看到五个卧瓢 倒到这个田坎上 路旁边和桥子小 握上几千万人了 那肯定两派呢 什么保守派 超乎反派 两个斗斗斗 你是哪派 我们到云南 到广东 到海南 去搞南帆去了 我在人家的单位 我不盖住他们的这个 什么两派斗争 是可可气气的 反而给我们的 一个非常好的条件 我们可以专心自治的 研究我们的杂交道 刚刚如此好了一点 六零年 五九六零 六一年 三年 昆南时期 过了六二也开始好大 还没几年 六六年 有文化大革命 又搞的乱七八糟 又把知识文字搞了一点 比较 国家 面前的这么一个伟大的国家 这么一个文明普遇 搞的这么乱七八糟